你知道全网挑战灵异游戏的开山鼻祖是谁吗 作为天涯连篷鬼话第一神帖的创造者 05年就开始挑战各类通灵游戏 但为何在做完第五个游戏之后 却突然神秘消失呢 难道真是因为亵渎神灵惨遭反噬吗 本期弹长就带你揭秘 国内通灵第一人左央 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离奇经历呢 2005年2月20号 左央在天下论坛发布了一个帖子 声称要亲身体验几种 所谓的恐怖游戏 第一个就是召唤血腥玛丽 这是来自西方的通灵游戏 网传在外国有很多玩过的女学生 最终被发现死于学校的洗手间内 而且还被所谓的不明物体夺去了双眼 然而要做这个游戏 必须一个人进入浴室 关上灯之后在镜子前点燃蜡烛 然后闭言末年 但最终左央表示 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第二个游戏是关灯后 在镜子前面去削苹果 因为西方人很相信 如果在月圆之夜的12点 关上灯对着镜子削苹果 就能看见任何你想看见的东西 他们认为苹果是沟通 不同世界的媒介 所以运气不好是 也有可能会招来恶灵 但左央连销了好几个苹果 也没有任何怪事发生 于是就有网友评论说 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游戏 都是西方的 这外国的阿飘 没有护照也过不来 所以左央就随机开始了 第三个游戏 半夜在石子路口插箱吃白饭 先是在一碗米饭上插上三炷箱 然后将其放在石子路口 等三炷箱燃尽之后 再把这碗饭吃下去 据说这么做 就会招来这个路口来回徘徊的阿飘 但左央做完这个游戏后表示 破着香灰的饭很难吃 这石子路口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只是回到家的时候 遇到了鬼打墙 原本十分钟的路 却多走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以上这三个游戏之外 他还做了一个对影行走的游戏 先是在一碗无人的小巷子里 一边对着自己的影子走 在一边念出自己的名字 据说这样做会激活自己的影子 并将其召唤出来 但可怕的是 有网友评论说 影子虽属于人身的一部分 但因为多年来被踩在人的脚下 所以怨气极重 一旦受到召唤或脱离本体 随时都会有适足的可能 为了能增加游戏的刺激程度 左洋一开始说要等到 下个月十五号 月圆之夜的时候做 可至于后来 到底有没有做这个游戏 也就不得而知了 据后来 左洋回复网友的评论说 对影行走 他应该是没有尝试的 但令人细思极拱的是 将整个通灵游戏 推向高潮的 就是这个传说中的四角游戏 也正是这个游戏 从此让它销声匿迹 玩恐怖四角游戏 以身是鬼 一度出现精神障碍 难以入睡 甚至他还因此突然神秘失踪 国内通灵第一人左洋 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 2005年2月21日 左洋开始在天涯论坛的帖子中 以文字的形式直播 四角游戏的全过程 那么这个游戏 真有那么可怕吗 据帖子内容描述 所谓的四角游戏 就是要在夜半时分 将一个空房间内 所有的灯都关上 然后在四个角落里 分别站着一个人 并保证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能朝后看 接着这四个人 要按照一致的方向 依次去拍前面角落的 那个人肩膀 然后按照要求停留在那里 因为第四个人的前面 一定是落空的 所以当他走到 无人的角落时 要咳嗽一声 然后停留五秒 接着跳过这个墙角 继续往前走 一直到能拍到 下个人的肩膀 但如果屋子里出现 没有人咳嗽 却始终有行走的脚步声 那就说明这个屋子里 会多出来一个人 然而在他们开始 玩这个游戏之后 虽然每个人的内心 都感觉十分的压抑 但在最初的二十多分钟内 并没有任何异常的事情发生 所以游戏还一直在继续 然而没过多久 这意外却发生了 这当中一人 突然惊慌失措的大叫一声 发现他连走了两个墙角 都没有拍到下个人的肩膀 也就是说屋子里 非但没有多出来什么 反而还少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样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吓了一跳 于是左洋急忙开灯 确认情况 也就在这个时候 消失了那个朋友 推门进来说 我实在是忍不住 上厕所去了 原来都是虚惊一场 左洋无奈之下 决定第二天再玩一次 然而到了2月22号 他再次发帖 说自己今天又找了三个朋友 而这一次玩到中途 有一个女孩却惊声尖叫起来 他浑身颤抖 不停地推散了其他三人 并要求马上离开这间房子 左洋他们也被吓得汗毛之力 打开灯后 却见这个女孩面色发青 随即就急忙把他送到了医院 生怕他真会出什么问题 可谁知那个女孩到了医院之后 就蹲在走廊的地上一直在哭 于是左洋便问他 在屋子里究竟看到了什么 或者发生了什么怪事 可女孩却始终不肯回答 后来左洋发帖子表示 那晚他一夜没睡 而当时自己也被吓得够呛 然而此后的20多天里 他竟再也没有更新过论坛 难道四角游戏真的招来了阿飘吗 一直到3月15号 左洋才登陆了账号进行了回复 他说自己很好 谢谢大家的关心 然而这次短暂的出现之后 左洋就再度消失于网友的视线之中 直到2008年10月25号 距离左洋第一次在天涯发帖 已经过去了三年多 他再次登陆了天涯的账号 并表示因为当年的无知 自己这三年来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甚至还连累了身边的人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感受了那种深层次的恐惧和绝望 在发完这段话后 左洋就再次消失了 然而他的说法却在网络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人都认为这段话表明 当年的四角游戏 确实给左洋他们 招来了不干净的东西 但没有人清楚事实的真相 这到底是什么 2013年距离左洋上一次出现 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这次声称是他朋友的人 发帖爆料了 左洋近几年中的诡异经历 在第二次四角游戏结束之后 左洋就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 甚至晚上几乎是 完全睡不着觉的状态 然而到了白天 却变得异常的试睡 等他睡着之后 这旁边的人 无论做什么都叫不醒 这完全不像是睡着 而像是更深层次的昏迷 最诡异的是 左洋在深夜里醒来 还发现身上有各种诡异的抓痕 除此之外 这些爆料里最惊恐的一段 就是在2006年 也就是游戏后的第一年 有一天 左洋过马路的时候 突然就看不见路上的车 当走到马路中央时 才被一个中年妇女拉了一把 等他反应过来 发现一辆车 紧擦着自己的身体 急迟而去 而他的胳膊也因此被刮伤 还留下一个月牙形状的伤口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 他就离开了辽宁老家 于是有网友猜测 他是遇到了鬼遮掩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又在全网销声匿迹了 没有人知道 这些爆料究竟是真是假 直到2017年 一个名叫后秀才的网友 在天涯发了一个帖子 十年了 关于左洋事件的最后交代 然而这次爆料 又能否揭开 所有人心中的疑问呢 通灵游戏博主左洋 如今怎么样了 他为什么会突然神秘失踪 精神失常 众叛清理 甚至遭遇鬼遮掩的传闻 又到底是不是真的 据知情人后秀才描述 左洋这些年出现了 严重的精神障碍 因此身上才会有各种的抓痕 并不是什么阿飘给抓的 全都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此外 左洋因为这件事重叛精灵 关系要好的朋友 都变成了仇人 很多亲人也跟着遭了殃 而对于他所经历的那场车祸 这篇帖子里不仅进行了证实 还放上了伤口疤痕的照片 至于左洋的神秘失踪 知情人透露 其实人没什么大事 只是不知道怎么继续更新 有网友询问 左洋亲人的具体遭遇 这后秀才表示 一个在河边被人推下水淹死了 还有一个在夜里开车送货时 因为急刹车出了事故 在医院醒来后 飞说在路边看到了左洋 可他当时好好的在家里待着 这根本就没有出门 这个帖子已经发布 当时就引犯了短暂的轰动 但依然有很多疑点 没有被解释清楚 直到2020年 左洋本人再次出现 他在天涯用自己的账号 发了一个新帖 这才让这桩持续15年的灵异事件 有了终结 他表示 2008年的那次回复 是想在生日当天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后来不上线的原因 也并不是因为精神出现了问题 而是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大家 还亮了提问 至于后秀才本人 其实是他曾经的一个好朋友 但他是一个推广人员 花了几年的时间和左洋交朋友 也只是为了套取故事 因此后秀才发了那篇帖子 有很多添油加醋的地方 所谓的过马路鬼遮掩 月牙型的伤疤 都是左洋在维修东西时 被烧红的铁拳给烫伤的 而至于当年的四角游戏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曾经道 确实有位女生去了医院 但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灵异事件 而是他当时胃不舒服 所以其医院拿了点药 从日之中 他们并没有见到传说中的RPO 但这段经历也确实 对他本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四角游戏之后的时间里 他总是不由自主地 把生活中发生的坏事 都归结到这场灵异恐怖游戏 甚至还开始疑神疑鬼 而随着年岁的增长 他才逐渐明白 这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这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 根本不是一场恐怖游戏 就能影响的 而至于众叛经历 其实就是 曾经不成熟的孩子们长大了 都要挑起生活的担子 慢慢疏远 也是人之常情 至此 左洋事件就全部结束了 也正如他在帖子最后写的那样 不管你对灵异故事 感兴趣也好 也不管你觉得青春可以挥霍也好 永远不要用不懂事的借口 留下一辈子的悔恨和感慨 灵异故事真实与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身边真正爱你的人 好了 本期的视频 今天都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